大家好 我今天给大家分享我床车的水电部分 床车自驾游的装备 我的理念是简单、熟悉、好收纳 我们买的是新造兰的移动电源 这个移动电源有一个便携的外包 它这个包平常买的话要100多块钱 但是51或者68搞活动的话厂家就会有送 它有着很高的辨识度 这个移动电源有37斤 因为原来我们没有这个包的时候 这个周围装了这个防状条 所以还没来得及清理 这个移动电源有很多车友都在用 在路上我们一眼就能够看得出同道之人 移动电源的用途比较广泛 比如在家里停电的话 我们可以给家里的灯啊热水器啊 甚至冰箱洗衣机都可以用它来供电 我的电动车是黑金电池 配合这个移动电源的话可以骑100多多米 我的电动车和这个移动电源都是黄色的 非常的贵 给它充电的话有三种方式 一是试电充 这就是太阳冷板充 然后是行车充 我这一款2000瓦2.5度电的移动电源 试电充的话快充是3.5个小时能够充满 这一套就是行车充 它有一个说明书 还有一个快充的充电器 有两根6平的连接线 它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控制不快充 问了商家 商家的回答是行车快充的话 三个小时可以充进一度电 因为我们这个大半年都没有出长途 所以这个行车快充我们也一直没有装上 等我们装上以后使用的时候再分享 这个就是新灶栏的太阳冷充电板 它是折叠式的 折叠起来就像个共门包 太阳冷板给这个移动电源充电 我们在新疆和四川的西藏 我们都试过 效果非常好 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充电 因为经常拉扯 这个接口的部分就接触不停了 然后厂家就免费给我们换了一块新的 直接插上连接就可以充电了 现在已经在充电了 我们在新疆测试过 12个小时能够把这个移动电源充满 那个是2度电的 我这个是2.5度电的 新灶栏的移动电源的功能和电响二 正号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只是说它的外观像有点像电焊机 所以比其他品牌的要便宜 关于用水这个方面 床车就不要想着去实现防止那些功能 我们比较简单 用的就是这种塑料的外水桶 还有这种水袋 水桶我们建议 12至15升就足够了 不要买太大了 有了这个水桶 为什么还要水袋呢 像我们除去户外的话 很多情况都会碰到像这样子的水池 如果是这个水桶的话 根本就无法接水 这个时候像这个水袋的作用就体现了 就可以折叠接水 这个水袋它是实身的 别看它是个塑料的 但是我们用了几年了也没有坏 而且都是放在车顶上的 如果说是在高速服务区 它取水要提到车上有很远的距离的话 它这个地方有点硌手 这个时候我们就有这么个东西 把它装上去 再提上就一点都不硌手了 像我们出去的话 车上随时的会准备 这种大桶的矿泉水 特别是去的一些沙漠 隔壁的水 关于床车水电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床车如何洗澡问题 我们会另外再分享